大家好,我是阿信助教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 怎麼樣更換濾水壺上面的計時器 話說幾個月之前 我買的這個濾水壺 它突然間沒有顯示了 我猜應該是電磁煤電 畢竟它也買了一年多快要兩年 所以我今天就要想辦法 把這個濾水壺上面的Timer把它挖下來 那怎麼挖呢? 你看這上面有個洞對不對 沒錯,就從這個洞 用一字起把它插進去 把它撬開 這個Timer就會被挖起來了 那各位不用擔心 這個Timer會不會有任何損傷 不會,因為它這個還蠻硬的 我自己親自試過 它真的還蠻硬的 所以撬開之後 它就是整個可以被拔起來 這個就是我把Timer換下來的樣子 你會發現上下左右的塑膠邊框 都被我破壞了 那為什麼? 因為當時我天真的以為 我只要換這裡面的電池就好了 結果我錯了 因為它其實呢 這個計時器呢 全部都用膠密封住了 也就是說你沒有辦法換電池 你唯一能做的呢 就是把這個東西寄回原廠 請它換一個新的給你 那關於這件事情呢 我有寫訊息去他們原廠的Facebook 有詢問過 他們說呢 如果要換的話呢 必須要出具當時的購買證明 也就是說發票 你要把當時的發票再寄回去 連同這個計時器寄回去給他們 他們就會換一個新的給你 但是已經買了一年多快兩年的東西 我怎麼會有發票呢 對不對 那 我知道有些人會有保留發票的習慣 但是 我不是這種人 這已經一年多快兩年了耶 所以呢 我決定採用另外一個不同的路徑 什麼路徑呢 我去到淘寶買了一個這個 它這個 這也是計時器 那跟之前原本的呢 它的大小呢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那麼 基本上呢 你只要把這個 這個新的計時器呢 再把它裝回去 我們這個水壺呢 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這個 透過淘寶購買呢 它會有一定的運送時間 所以 基本上你如果不趕時間的話 就從淘寶上面慢慢買 應該是OK的 那基本上你在台灣也買不到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裝上去吧 好了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呢 把這個藍藍的膜把它撕下來 這膜怎麼那麼難撕啊 撕下來應該就會跟原來的一樣 好啦 那這樣基本上就完成了 這個Timer的更換 如果你覺得每兩個月 計數一次這個Timer呢 故障也沒關係的話 那其實你是不太需要去更換這個Timer 因為其實外表也看不出來 它完全不影響你飲水的功能 只是說我個人呢 比較龜毛 我一定要看到這個東西 在這邊閃喔 我 才比較爽快一點 這純粹是個人的 個人喜好的問題 喜歡我這個內容的朋友呢 別忘了要訂閱 那個石座派電子實驗室喔 掰掰